车头就这样 卡在超商的转角处几乎全毁 这辆深灰色多元机轮车 安全气囊都爆开 碎片四散 驾驶看似没有受伤 但他站在车旁 惊魂未定 还没反应过来 陆陆续续有民众拍下车祸现场 超商的玻璃直接被撞破 还波及到店内的架子 导致客人的包裹东倒西歪 车祸地点在台北市内湖大湖山庄 现场路段是个大丸道 旁边还有国小和幼儿园 当时也刚好是幼儿园下课时间 碰得医生吓怀不少小朋友 直接这样子 车速过快吧 就撞下去了 很大一声 亮了一声 是撞到那个地方 然后撞下去以后 后来人也出来了 就是两个安全气囊 7号向我4点多 23岁许新驾驶 开着多元机车 行进大湖山庄街 要过弯时 疑似车速过快弯不过去 才会整辆车撞上转角处的超商 不过幸好 超商的转角处有特别价高 车辆被石头的部分挡下 才没有整辆冲进超商 当时车上并没有客人 驾驶疑似在返家途中 详细车祸原因还有在厘清 而驾驶也留下联络方式给超商 表示会负责赔偿 电价损失 TVBS 玄黄建国关影 台报道 请支持一个专门报道国际新闻的全新YouTube频道 TVBS Plus 扩大视野掌握趋势 请订阅并开启小铃铛